大家去研讀里面的条文很累很麻烦 我直接简单跟大家讲 以前台湾关系法就是把我们做成一个固若蚕食的龟壳 不管中国怎么打你 用力打你 我打不透打不破打不烂 这叫台湾关系法 可是台湾政策法不一样 第一个让你在台湾的代表处 直接就变成台湾证明 不再是台北变成台湾代表处 第二个他的方式不再是用一个龟壳 而是用一个刺猬 而且这个刺猬的真正还特别长 这叫做从防卫固守变成嚇阻性的固守 什么叫嚇阻性的固守 就是我不但打不破你 而且我打得会受伤 就跟刺猬一样 狮子不敢吃刺猬 不是因为刺猬的刺很硬 是因为他的刺猬的刺会要他的命 所以不让他接近 这叫做嚇阻性的防守 那我们以前不是 我们以前是我们的枪 我们的炮弹 我们的飞弹都射程很短 仅限于抵抗他来攻击你 就是跟一个龟壳一样 我怎么打你打不破 可是打久了终究会有伤害 所以美国已经觉醒 已经想说我不能再用这种方式 这种所谓的模糊的方式 来维护台湾的安全 我要让台湾有 嚇阻性的自我防卫 就是台湾政策法整体改变 那中国难不难过 当然担心 我本来只要我不打你 就不会受伤 现在变成说 我只要侵犯你 我会要我的命 他怎么能接受 所以这不是一个美国的改变 这是世界潮流 造成美国的改变 而谁造成了这个社会潮流 这个世界潮流谁造成 习近平 他的战狼 战狼外交 热闹了全世界 每个人都搞他 他在澳洲搞 在英国搞 在全世界搞 他搞的都是什么 嚣张 而且对于全世界的不尊重 这不是我们台湾 现在掌握的时机 是全世界的潮流 就如此而走 那么在国内 如果大家不要逆风而行 大家一起走的 反共反中国的 这种抗中的潮流 台湾才有未来 你要谈 你要和 你要如何 台湾够坚强 台湾有势力才有谈 否则的话 永远是被并吞而不是谈 是而且这一次的一个台湾政策法案 其实最重要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有关于代表处改名 这意味着美国把台湾视为准国家 性质十分的一个严重 因为讲话的人 其实是香港的学者 更胜于一中一台 再加上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一个任命 需要参议员的一个行使同意权 意味着升级至美国政府外派大使等级 所以这对美中关系是一个极大的挑衅 第二个 他又提到就是说 新法案提出 美国正式赋予台湾成为主要非北约盟友 因为在军事上把台湾视为盟友 视为共同防御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人员 相当于恢复已于美中建交时中止的 美台共同防御条例地位 该项条文将成为美中关系的最严峻挑战 所以范老师这件事情真的是一旦法案通过之后 美中要摊牌甚至进入到新冷战时代吗 的确刚才你们讲的那几个内容 当然很重要就是我们的驻美代表处 会不会更名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知道去年我们在立陶宛 成立的代表处就叫做台湾代表处 就是我们在全世界第二个 就是以台湾为名 而不是我们过去说台北 什么经济文化办事处或代表处 他就是台湾代表处 也没有经济文化就是有政治意涵 中国大家很生气 中国竟然就召回了他们驻立台湾大使 那当然立台湾并没有退缩 他们也在今年要在台湾设立代表处 所以如果美国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我们驻美国代表处也改名的话 我认为它会成为世界潮流 包含就是说各个国家 特别是跟美国友好的像五眼联盟的国家 都会跟进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英国 英国过去的驻台代表都是所谓的总领事级的 就是从别的国家当过总领事 在台湾当代表 可是从2016年 唐凯琳担任我的驻台代表 他是担任过其他国家的特命全权大使 然后我们看到从2020年到邓元翰 这位也是当过全权大使 就是美英国把台湾的代表 他的位阶从总领事级提升为大使级 就跟他们其他国家一样 英国过去是非常轻忠的 我们知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第一个承认的欧洲国家就是英国 可是这几年英国大幅提升跟台湾的关系 刚刚讲过2015年习近平访问英国 为什么英国女皇 1989的红酒 红酒 但是双方面 习近平刻意的故意更改行程 造成英国接待单位的非常的不爽 可是这不是单案例 2009年那时候习近平还是国家副主席 他等于是第二号人物 他到日本去访问 他说他要见天皇 他说不行 我只能够跟元首见 结果习近平就说 我要见天皇 我要见天皇 在那边闹 后来天皇给他见了 他就要说特立会见 到目前为止 日本天皇是几百年来 只有两个人 习近平是第二个 其中一个是一个泰国的议长 那个是天皇 他主动要跟他见的 这就是习近平吵得要见 多丢脸啊 结果造成中日关系 非常大的一个 我这个纠纷 我这个纠纷 我这个线紧 它是什么 我这个线紧 它是直接过来的 有差颁的